李显龙总理今天抵达中国广州进行正式访问 并参观了当地一家自动驾驶科技公司 这家中国公司计划今年在新加坡市运营 测试旗下的自动驾驶巴士和德士等 公司也已同交通业者Smartiz公司Strice签署合作备忘录 一同探讨无人驾驶车辆在新加坡的可行性 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洪宝玲从广州发会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和夫人合金中午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张鑫 以及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等官员到场迎接 李总理之后到全球总部设在广州的文远之行参观 最佳2017年成立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 致力于开发安全可靠的无人驾驶技术 李总理承搭了自动驾驶巴士 亲身体验这家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产品 业者也向李总理介绍了公司的自动驾驶研发工作 并且展示了旗下的云端指挥中心 车队管理系统 以及车辆在城中村里导航的现场模拟示范 李显龙总理这趟访问行程的首站来到广州 之后将前往海南和北京 这是李总理自官兵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中国 总理上一次访华是在2019年4月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玲中国广州报道 起来到空中打以来 accident 来疯愿意匿 carried weekend dragon 银子